接着我们再来绘制旁边的这个玻璃和这个线条 首先我们将这一块进行一个缩放 因为通过下面的我们就已经知道它的大小 补一在这里我们来直接缩放一下 缩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还要进行缩放 差不多之后我们重新再来绘制这个剖面 然后来连接 剖面绘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绘制它的路径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位置翻了 看一下它的材质 应该也是白色的木条 我们在这里直接来贴旁边的这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对它绘制一块玻璃 刚刚说过的灰色玻璃 应该是镜子可以改薄一点 有五左右就差不多 或是可以再搞薄一点 或是可以再搞薄一点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查境 我们直接命名 我们直接命名 实列复制就可以了 实列复制就可以了 在这里它的间隔好像不一 我们要调整一下 旁边的直接复制 这样电视墙的造型我们就已经基本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电视墙之后 接着我们再往左开始绘制它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将墙体绘制出来 因为这些都是没有CED的 这些墙体上没有任何的造型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绘制 挤出墙体的高度2米8 然后贴上 圆墙的墙纸就可以了 接着是这一面墙 会客厅的有造型的 我们可以将我们做好的模型 进行一个隐藏 在隐藏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的剖面进行留下来 到时候可能还会有用 在这里我们直接来绘制 同样的先绘制墙体 2米8 挤出240的墙体厚度 然后再来绘制一下它的这一块镜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造型 在这里它的最外框是和旁边的那个线条一样的 我们先来绘制一下 然后来释取 刚刚我们绘制的应该是黄色的这一个 顶视图上 对它进行一个歪轴的镜像 然后我们接着再往 下来处理 然后是里面的这一圈 小一点的 同样的来绘制它的路径 绘制好路径之后 我们还需要一个剖面 我们来看看和这边的剖面是否一样 这里的剖面和之前一右的两个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重新对它进行一个导入 对它进行写块 写好块之后 直接导入我们的 马克斯 再次 在这里,它写的是50,明显大小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缩放的差不多之后,我们重新来绘制 感谢观看 绘制好了之后,直接用我们的路径来释取 在这里同样的,要对它进行一个镜像 镜像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材质 木质线条 现在来更改它们两的材质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们里面是什么 这是圆墙的壁纸 这一圈是玻璃 来绘制一下 然后再来绘制中间的这一块 在这里调整一下点 然后再来绘制中间的这个材质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首先给它一个玻璃 我们看到它的CED是中间有一条线 上下有斜着的这个角上有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下 切片的处理 选中它 点鼠标的右键 快速切片 在这里切除一个 这里 这一边 正对的这里 正对的这一边 还有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选中我们需要的来对它进行 凹槽的处理 我们需要的是 虽然它切的时候切出了很多线 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有一部分 我们现在调整一下它的点 选中我们需要的线 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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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两根 这里 这里 这里和这里 鼠标右键 有一个 命令 我们先可以将它转化到Mesh 可编辑网格同样的选中线 应该是Poly 里面有一个叫挤出 在这里 刚刚没看到 选择它的框 有一个高度 在高度上我们可以输负的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一个笔列 有没有写 没有写凹槽的一个大概的笔列 我们可以亮一下 一时 它的宽度更改到一时 这里可以改到负的5 让它形成一个凹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模型 是不是已经有了凹槽 在这里 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已经有了凹槽 现在和我们的CD 基本差不多 好像我们的凹槽改大了 重新来输入 在我们的可编辑 网格 就是可编辑多编型里面 选中它需要的线段 挤出 在这里输入5 负的5 就差不多 负的2.5也可以 这样就基本有了凹槽 有了凹槽之后 给它添加一个刚刚的茶色的玻璃 摆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会客厅的这一面墙 我们也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我们的墙体基本绘制好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这个阳台的地方 在这里 阳台我们用玻璃将它封起来 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绘制 顶事图上来调整它的大小 调整它的点 这边差不多 我们可以给它做出40M 直接扫描 刷刷 刷刷的大小和我们平时的一样 50-50 在这里它的高度肯定没有3米 因为上面还有凉的位置 这是我们平时的工作经验 我们要下降一下 可以下降一个500 因为上面还有一些墙体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给它一个窗框的材质 因为CD不是太全 所以我们要推敲着来做 给它一块玻璃 所以我们来说 如果您要多一块钱 我们要多一块钱 我们要多一块钱 开启刷 可真弃 我们要多一块钱 我应该不招待 我们要多一块钱 那么多一个 旁边的我们直接来复制修改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玻璃同样的也要更改一下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让它往墙体里面靠一点 所以在这里也要调整一下 成个组 添加 旺哥调整 这边做好了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给它做一点枪体 在这里墙体的高度我们先暂时做到350 然后我们的玻璃 这些都得往上升 因为在玻璃的下面还有一部分墙体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留一些地方 来当做我们的墙体 在这里可以更改到150就可以了 直接改为墙体 直接改为墙体 墙体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重要的是要来绘制一下它的天花和它的一些地面 还有门的一些摆放 谢谢大家